可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寧願去住自己的家裡面 買一間房子住到老死 也不要去住養老院 因為住養老院感覺是 我的兒孫不孝順 我很寂寞才住養老院 可是大家忘記了 你住一般的房子 是需要有醫療照護 有人把你洗屁股 翻身 什麼這些 這些長照的服務的 你這通通都要花錢 那通常你只要一拖廠 兒子就不孝順 然後對不對 孝子就變不孝子 現在銀行界 因為台灣現在做 以房養老銀行很多是擠家 然後根據我的瞭解 目前年紀最大的是一百歲 對 然後金額最高的是 以房養老每個月領三十幾萬 那我相信他其實就是 他不想麻煩他兒子 然後他也不想麻煩他孫子 所以確實每個月 現金有三十幾萬進來 我覺得老後的那最後那幾年 我覺得可以去完成他 這輩子想完成的夢想 像白家裡去住那個 五星級飯店的 那個價格跟我們看到的牌價 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嘴巴講說我們花了千萬 住飯那個其實上沒有這麼多 而且你有一些什麼 特殊信用卡 還可以免費升等 所以就是會用的話 都是加信用卡 加什麼黑卡 然後去跟他簽一個長期契約 價格其實比租外面的 一般的房子還便宜 而且更重要的是 有人幫你打掃 萬一你在房間需要什麼事情 比如說我肚子餓 叫了就有得吃嘛 我今天頭暈 需要送醫院 要不要緊才不會找你去送醫院 就直接服務生把你送去醫院 我覺得很多人會選擇做這個事情 你有沒有小孩 沒有 可是我去住養老院就好了 因為養老院的好處 雖然感覺寂寞對不對 但是現在養老院的活動很多 還有找很多講師去上課 更重要的是 有人煮飯跟 有人幫你看護你的健康 我覺得健康是很重要 可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寧願去住自己的家裡面 買一間房子住到老死 也不要去住養老院 因為住養老院感覺是 我的兒孫不孝順 我很寂寞才住養老院 可是大家忘記了 你住一般的房子 是需要有醫療照護 有人幫你洗屁股 翻澡 翻身什麼這些 這些長照的服務的 你這通通都要花錢 那通常你只要一拖廠 兒子就不孝順 然後對不對 孝子就變不孝子 那到時候家又要分了 所以你跟你太太 都討論好了嗎 沒有 這件事情 不是小影子知道 因為需要有人幫你 幫你洗澡啊 你太太會幫你洗啊 那到時候就分臉 翻手 什麼離婚 對不對 還不如找專業的 現在養老院比較大的問題 是排隊排不到 我們有一個朋友他要去 現在有做熱門 高級的 他喜歡的 他想他要住的那個養老院 就是除了規定 你要好手好腳之外 然後還要有押金 然後他算了一下 他要排到他要二十七年 他這二十七年我不知道在不在 所以現在開始要排 現在開始要排隊了 我們二十七年後就可以 現在可以要先排隊 這麼好的是在哪裡 就在台北市的某一個 某一個地方 捷運在附近有一家很熱門 然後淡水附近也有一家很熱門 那這麼熱門為什麼這麼少 因為當初沒有想到 可是我看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如果說是 自己很早就覺悟 去住養老院的 我朋友還有他媽媽在裡面 就談了戀愛 然後人生就 媽媽幾歲 媽媽七十幾啊 七十幾歲在裡面談戀愛 我跟你說他本來心情不好的 後來進去之後 整個人心情都開闊了 為什麼 因為以前你出去 是阿嬤對不對 對 你進去裡面七十幾歲 沒啊 真的啊 而且大家都有錢 真的啊 他就變成養老院之花 所以你說養老院 還登風之助 就很開心啊 所以就整個就滋潤了 那滋潤之後 媽媽現在心情也很好 有朋友可以聊天嘛 所以就會有一些互動 那追他的人幾歲 八十幾 是不是沒啊 真的沒啊 黃昏之戀 對 只是說黃昏之戀 他們就會比較面臨到 一個直接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要不要結婚 那後來因為都有小孩 都有小孩可能就會 牽涉到財產分配的問題 所以有一些 我們認識有一些長輩的話 他如果看破了 他們就覺得說 兩個在一起就好了 不要結婚 那有一些他們真的很想要 在一起的 但真的很想要在一起的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 小孩在國外 然後你如果真的出事的時候 我們出事的時候 沒有人簽名 他結那個婚是為了簽名 所以就是會變成 這樣子的狀況 這很常見嗎 就是在裡面談戀愛的 這我不好說 其實很常見 就是你想開了就過了 那嘉欣這邊是 因為他這個房地產的專家 現在是以房養老 對 因為其實不是 每個人都像李楊老師 這麼會規劃 所以有些人 他到了年紀大的時候 發現他只有一間房子 他沒有其他的錢 對 所以現在銀行有一個制度 就是說你 我們以前是買了房子之後 去跟銀行借錢 每個月還房貸 那現在的制度說 你拿房子去押給銀行 然後銀行每個月給你錢 對 這個比你賣掉的好處是說 因為你賣掉之後 可能一大筆下來 比如說五六千萬下來的時候 你也許不小心就花掉 亂投資幹嘛一類一類的 那我們那時候是聽過 有一個九十歲的阿公 你說八九十歲 真的比較會體驗人生 他就是九十歲的阿公 他把他大安區的華夏 拿去做以房養老 他一個月拿九萬多回來 對 那九萬回來 他也不要跟小孩住 然後他就說 你們小朋友來 一次來一次 就是獎學金一千塊 然後小朋友就 孫子就常回來嘛 然後每一個月 你們都給我去訂一間 最好吃的餐廳 然後阿公來付錢 然後他就跟我說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問他說 那你不會覺得 因為有一些老人 他會覺得兒女來看他 或孫子來看他 給錢這件事情 他過不去 對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又不是真心了 你是為了錢才要進來 對 但我們那個長輩就說 他說為了錢又怎麼樣 對啊 你拿錢給他 他還願意為了錢來看你 表示已經很不錯了 而且一千塊不要馬上發 要等到 等到過一幾小時以後再發 因為他馬上 你一發他馬上就走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長輩 然後他會不好意思說 阿公我要離開 他跟我太急 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長輩 就是說如果像現在 真的可能他沒有其他的規劃 那現在銀行的話 六十歲 最低最低的是六十歲 他們就有在做以防養老 但是我們必須要說 以防養老利率比較高 所以你其實拿回來的 你的那個房子可能很有價值 但是你拿回來 利率多少 利率現在二點多 也還好 也還好 那但是就是說你拿回來的時候 可能就會比你在年輕的時候 可能提早做投資來的少一些些 所以年紀越大的長輩 可能因為現在政府在推這個東西 所以你現在去做 你拿到的錢會相對比較多 所以等同我是跟銀行先借錢出來就對了 對 那銀行最後大家會很擔心說 那銀行最後會怎麼處理 銀行最後如果說假設這房子可能一千萬 對 那我也許已經花掉了八百 那我就會 我的繼承人他就會 他問我繼承人說 你要不要這間房子 如果你不要的話 那我到時候賣掉之後 我八百銀行我拿回去 剩下還你 當然你也可以要這間房子 然後我銀行撥房貸給你 你就來還你爸爸媽媽之前借的錢 所以他們在操作上是這樣操作 因為其實對年紀比較大的長輩來說 我們退休理財 只有一個核心的關鍵 叫做現金流 意思就是說即使他去打零工 可能一個月的收入是五千七千一萬 坦白說都不夠有 因為根據主計處的統計 在臺北市不管你有沒有房子 平均一位老人家的生活的開銷 一個月就是兩萬多塊 如果說你一個月的現金流 是沒有超過兩萬塊的話 我覺得生活壓力會很大 也就是你不敢說 去跟朋友聚餐 你不敢去看電影 然後唱KTV也要錢 所以我反而會比較建議 就是房子可以留下來 不需要買 但是你去以防養老之後 留下的貸款 反正他一定會有進程人 給小孩子給繼承人一點壓力 其實不要讓孩子覺得說 反正這房子以後一定是我的 就是我以防養老之後 剩下的這些貸款的金額 到最後是讓繼承人來講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至少他自己每個月 會有比較豐富的現金流進來 我覺得可以提升他的生活品質 他會比較開心一點 因為你講的這個是好方法 其實臺灣的以防養老 其實推的並不順利 不順利的原因是因為臺灣人的觀念 對 就覺得說 第一這房子的 到最後這房子變銀行的 他不想這樣 第二個事情是 他還是覺得 即便子女不孝 他也不想 他也要跟子女住 然後也不想去把房子貸款 這樣 他寧願這樣子 他覺得房子拿去 以防養老去貸款 又沒人會貸款 又沒人會貸款 可是大哥你知道嗎 現在銀行界 因為臺灣現在做 以防養老銀行很多是幾家 然後根據我的瞭解 目前年紀最大的是一百歲 對 然後金額最高的是 以防養老每個月零三十幾萬 那我相信他其實就是 他不想麻煩他兒子 然後他也不想麻煩他孫子 所以確實每個月 現金流三十幾萬進來 我覺得老後的最後那幾年 我覺得可以去完成他 這輩子想完成的夢想 因為他一百歲 所以他必須要趕快 一個月三十幾萬 而且我覺得以防養老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就是其實有一點 節稅的好處就是說 你如果都是房產的時候 你都沒有負債 所以你未來 你都假設你有十棟房子 你沒有負債 那你鐵定要繳遺產稅 那可是你今天創造了 你從房子這邊 你去創造一些負債之後 那麼創造負債 因為你真是在用 你真的把這個錢也用掉了 那所以未來你在 在做繼承的牌表上裡面 資產就真的房產 可是你有負債 銀行負債 那扣掉的時候 其實某種程度上 稅捷也減免 所以很多有錢 他們的想法 跟我們一般不太一樣 因為我今天合理用到 我拿了三十幾萬出來 我怎麼用 我開心用 或是說我再開心塞給旁邊的 因為你們照顧我不錯 我就塞給你一些 那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在稅付上的東西 有多一點優惠 而且是合理合法的東西 不過再講一次 這個以防養老是好方法 因為如果你的 你一個月零三萬塊出來 你一年才三十六萬 你三十年才一千零八十萬 也就是說你這個房子 只要一千多萬 就可以夠你活一輩子了 這樣真的是好方法 那你的三萬塊你就比較省 這樣沒辦法過真好 但是只要有一點生活 而且我們政府 還有國民年金 對不對 因為我們以防養老 那房子還要小孩同意 對 所以其實是蠻挑戰親情的啦 但就是說其實之前也有一些案例 就是銀行的一些 李專朋友跟我討論的 就是確實發生就是有爸爸媽媽 想要把房子拿去做乘坐以防養老 但是遇到小孩會覺得 爸爸媽媽是瞧不起我嗎 你擔心我不願意養你嗎 還是說有些小孩子會擔心說 爸爸媽媽就是不想把房子給小孩子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觀念 就是我們做後輩的 可能也要想開一點 因為長輩他們願意去做 以防養老 那個 因為其實現在帶出來的金額 我相信我們當後輩的 其實也是應該要出一份 大家可以一直在想 也是要出一份心力 你們爬一四人這間房子 你也要貸款 就要看你的眼睛 那我可以反過來啊 那我就把它貸 我原來沒貸款 我就貸個兩百萬三百萬 可以啊 你可以帶出來花 可以啊 當然可以 其實有另外一種操作的方式 就變形版的以防養老 就是說如果我這間房子 房貸都已經繳完了 那我不參加以防養老的專案 但我就直接跟銀行再去貸款 這理論上還是行得通的 而且其實 但是那個貸款以後你要還喔 對 那還不完也沒關係嘛 反正你往生了 一樣是給繼承人 那繼承人就要想辦法幫你原來的債務 把它做一些處理 那如果債務沒有處理的話 當然房子才會再進入到銀行端 然後再進入到 繼承人就兒子 兒子去處理 對啦 其實我覺得新喜亞這邊也有方法 也不錯 聽說你身旁有一票 跟你們一樣 不打算生小孩的夫妻 現在想了一個計畫 因為我發現我身旁的朋友 燕婉就是跟我們一樣 就是結了婚 不要有小孩 那有一群是他們就全部都單身 所以我們常常就是假日會約出來喝咖啡 我們就忍不住會討論到以後退休的生活 到底要怎麼過 那我們現在想法是說 其實你說高房價高房價 其實如果這樣退休的話 沒有辦法住進養生村 這麼高端的地方 我們就想說 反正我們就是人多勢眾 乾脆把資金 手上的資金 擠一擠到中南部 一起去買一個房子 就是說大家可以一起住 那一起住的話 等於說我們左右鄰居都會有個照應 那這個時候有照應的話 等於說誰中風 誰跌倒 今天誰沒有起床 大家就知道說 那可能可能要去敲敲門打個電話怎麼樣 那我一個朋友他還跟我講說 那你有沒有想到說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往生了 該怎麼辦 他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今天往生了 他說我已經跟那個商葬場的人已經講好了 我就是也不要給我放到冰櫃裡面去冰 我要排第一個要被燒掉 不用冰就燒了 對 我就說真的嗎 他要搶到第一個 要怎麼樣手刀搶這麼快 平常送紅包 對啊 他就說 因為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覺得租冰櫃 我幹嘛要租冰櫃 這樣租冰櫃也是要錢 那死了根本要在乎那個冰櫃的錢 對 他就說那我就覺得說 我想要就是在就是可能要省 或者是說對啊 也是我們也會覺得說七嘴八嘴 說對啦 你那個冰櫃 那個錢大家變成攻擊金多好 對不對 他說所以我就已經想到 已經打好通關了 我就是死掉以後 立刻排第一名 我就要燒一燒 我也不要告別式 因為誰要來 我說對 我們大家就想說 那你們這好朋友 對 像我說在餐桌上 大家就是討論一下就好了 也沒有時候辦告別式 告別式沒有的話 等於說你燒完 第一名燒完以後 灑一灑就好了 現在還有一種朋友就是天天 你要記得幫我傳早安 如果沒有傳 我就知道你出事了 真的 像我哥哥 就是我每天早上 我們有群組 我大哥 獨居的 我們都叫他 那個PO早安圖 但事實上我真的有朋友的 兄弟就這樣子猝死 好像都沒有人發現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早安圖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的時候他會忘記 有的時候他會忘記 我們就開始狂摳了 你知道嗎 他很緊張 可是真的有朋友 你知道嗎 他中風了 就兩天 還好後來就是因為 大家他沒有發早安圖 然後才發現好慘喔 就是吃那個就整個 就在浴室裡面兩天 還好大家這樣進行救援 記得 早安圖是生命的密碼 真的 謝謝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